6月25号,咱们长河6号从月球的背面带回了1935.3克的背面的样品 那么这次也是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带回的月球样品 目前科学家正在对这些月球样品进行整理 初步的物理化学成分和结构的探测已经完成 那么在这里头也发现了很多大量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月球早期演化和月球背面火山活动的一些信息 它也记录了这个包含了采样点 记录采样点这个月火山活动历史的这些玄武岩 也包括来自其他区域的一些非玄武的物质 那么后面就按照我们国家的月球样品分发的政策 会进行一些看到后面的一些活动 那么长五号从2020年的12月17号 也是从月球取回来了1731克的月球样品 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拿到的最年轻的月球样品 几年来国家航天局向国内的131家科研机构分7批 一共发布了分发了80克的月球样品供科学研究 国内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很多成绩 发布了高水平论文上百篇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也发现了一种新的矿物 我们命为嫦娥石 这是人类在月球发现的第六种新的矿物质 我们的第二种新的矿物质 我们的新的矿物质